哇 初落地 昨天利用你的闪耀之杖把我的夜猫都给烧掉了 本来是想在这个扑博泉号叉的度假的 看来是不行了 今天就带着你去寻找奥特之父 给你的闪耀之杖拍开光吧 这里就是奥特之父休息的地方 等我把它叫出来 哇 原来是一个山洞 奥特之父就住在这里吗 诶 果然是在这里休息 咱们过去瞧一瞧 奥特之父怎么悬空在这个地方 哈哈 年轻人 让我来教给你真正的智慧吧 水是万物之源 没有水就没有生命 所谓水火不容 想要锻造更强悍的武器 必须去恶魔岛 利用无根之水打造你的闪耀之杖 这样你才能灵活地掌握它 怎么样 学到了吗 无根之水 恶魔岛 看来想驾驭这把闪耀之杖 还真是一件难事啊 见这样 咱们就跟着奥特之父去那里看他们吧 看到了吗 这就是恶魔岛 想当年打造恶魔之杖 利用的天外陨石来铁 就是这个地方采集的 一旦靠近它 闪耀之杖就有了灵魂 便可以从容地掌握三位真火的威力 原来如此 我似乎已经感受到它的力量了 好的 现在它已经激活完毕了 前面呢 就是山林 今天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接下来 就看你自己的了 去铲竹那些小僵尸吧 要记住 时刻的掌握 光的力量 还真的感谢奥特之父的一番教诲 卡莱接下来的行动 我得测试一下闪耀之杖了 我没想到 这把神杖的来历 竟然这么神秘 它是利用天外陨石打造的神兵 我倒是想看看 这把神兵伤害到底如何 是如何释放三位真火的 轻松打下一只小恐龙 前面呢 是三角龙 我来试一试 不堪一击 看来 这种块头的轻松打下呀 哦 又来一只 前面呢 我发现了一只镰刀龙 镰刀龙 伤害可是极其强大的 在孤岛的时候 咱们都会避而远之 竟然 一发就搞定了 既然这样 要不然 咱们晚上 探考个镰刀龙吧 啊 臭老弟 你别开玩笑了 一道一道 好吧好吧 咱们的使命 是维护爱与和平 这边呢 有这么多小僵尸 这一只 还骑着气球呢 还真是一个启发 打掉它 哈哈 今天的任务 也就完成了 哎呦我的猫 这火表也太热烈了 周老弟 你给我等着 不错不错 看来利用闪钥匙杖 可以轻松地 逼这些小丧尸 好吧 今天的任务完成了 哎 我竟然发现了一个恐龙蛋 这个闪耀之杖 三位之谷 能不能孵化这个恐龙蛋呢 伙伴们 你们感觉 我能成功吗